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今天晚上要来和大家一起拼装的模型 同样是在3月9日发售的三款假面骑士拼装版产品当中的第三款 Kamen Lider Files 这款Files也是和第二款Kapito一样 是在原有的Figure Rise 6产品的基础上 做了一定的结构更改之后推出的一个新版的产品 售价也是和之前两款一样 官方定价税前3000日元 让我们直接来打开包装 打开包装之后首先看到的还是一张非常大的贴纸 但是贴纸可以看到上面的话 其实用于分色的部分并不是特别多 主要的还是用于一些它身上装备的一些细节的填补 所以说这些贴纸的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除此之外这个板件可以看到会有两个比较大的空洞 这个空缺的地方就是在原版的基础上 做了一定的分件的细化 所以说这些零件都不需要了 然后第二块板件是一块银色的板件 这个银色的板件相当漂亮 它应该使用到的是一个板喷的工艺 它是在零件表面上是做了一定的银色的喷涂 所以说这个银色的发色还是相当之好看的 并且在这一板银色板件的零件的细节刻画上 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 它的这种脚板的零件什么的纹理是刻画非常的棒 而且这个发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深红垫端的特效件 然后下面这个零件就是这次做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分件 就是身上红色条纹的地方有一部分是已经变成了分件 不需要再用贴纸来进行补色了 然后下面就是它身上的黑色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胸甲的地方会有一定的内构细节 也就是说这次产品它的胸甲是可以还原出展开的结构的 是会比SHF产品更优秀的 最后还有一个透明的支架 这个支架是大家都是通用的 然后最后还有一份说明书 教大家来如何组装 板件的整体数量并不是特别多 安装的过程应该也不会非常的麻烦 那么废话不多 让我们直接进入拼装的过程吧 我们下期待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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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